嗨 我是阿貴 回到樹酷3C團 那今天呢我們帶了 三支近期最有名的 百倍的拍照的智慧型手機 來測試一下 它怎樣的距離下是適合的 以及百倍手機 它們的經過AI 還有經過它們的銳化 到底哪一些的畫面呢 是取勝的 那這些比較呢 我們會有人 然後文字 然後還有一些花花草草 風景等等的東西來做測試 就讓我們開始吧 嘿嘿嘿等等 先不要急著按跳過 先幫我們按一下下面那個訂閱 就是你那個左下角旁邊那個訂閱 沒錯把它按下去 謝謝 那剛剛講的 這一次百倍相機的對決呢 有三個參賽者 那第一個呢就是最近的 一款 realme的新手機 那就是CP值最高的百倍手機 下面的話呢 則是 前一陣子推出的 vivo的這個X100 Pro 以及 百倍已經存在許久了 那就是三星的 Galaxy S24 Ultra 欸啊怎麼只有它沒有殼 欸 DEF杜邦克維拉纖維保護殼 0.7mm超薄 加上了獨特的抗瓜耐磨塗層 又好清潔 另外呢 它的大開孔呢 讓你在任何充電線 或者是SYN卡的抽拔使用上 都可以不被影響 同廠加印 DEF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專用玻璃保護貼 支援超聲波指紋辨識 讓你不再解鎖卡卡 無黑邊設計 黏貼更直覺 搭配DEF杜邦克維拉保護殼 絕對是你一個完美的搭配選擇 哪邊買得到呢 就是到馬可商店啦 好啦 我們就先回到棚內來看一下我們 在外面拍的這些成果 我們先從第一個條件 我們想要把條件拉比較嚴苛一點 就是一百公尺 最遠的一百公尺 一百公尺 大約一百公尺 都用一百倍 對 都用一百倍 來看一下畫面 先拍兩種 一個是有拿字的 對 一個是單純只有人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人好了 好 先看人 看人的話我個人覺得喔 三星的會比較有那個輪廓啦 對 輪廓像眼睛啦 看臉型啦 它的陰影啊 都還算有讚 應該說三星反而看起來就是比較自然 不過它補上去的那個形狀比較 邊緣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跟你的背景 它沒有那麼的劃分的清楚 只是說 它整體的色調啊 人的皮膚啊 什麼的 你會看起來好像是很自然的 就是一個 好像真的是一個 百倍變焦得到的感覺 Vivo就是 嗯 我哥覺得它的邊緣 所有的都算得很好 對 它邊緣切得很好 特別是人的 像我衣服是深色嘛 那我的背景是淺色 那它的邊界你看一下 你就發現它的很清楚 你可以看它這邊的這個 項鍊的部分 唯一有做出它項鍊有一點點 輪廓的 嗯 就是Vivo Vivo真的是有做出來 那 Rrealme 呃等等 它是他們的半價 對 就是讓你去體驗百倍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說的 這是最嚴苛的環境 對最嚴苛 對啊 100公尺 其實我覺得應該超過啦 那100公尺 剛剛我們說有兩個嘛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有拿一個手板 然後我們來 我們也想知道AI的判斷 對於這種字 來呈現的效果如何 那看一下 一樣從三星開始講好了 一樣 三星就是臉的部分 它會看得出是一個人 然後它的人輪廓的部分 在字上面就 稍微有點 不是那麼清楚 它細的部分 比如說字寫比較細的部分 它會有點糊 那Vivo的話 真的很厲害 嚇死了 字的部分就很完美 你如果跟三星做比較 你會發現說 它就是輪廓清晰 然後銳利 然後它的線條感就很明顯 它把字的判斷 真的做得很清楚 雖然說邊緣很清楚 可是你看它人 跟三星的比起來 就會覺得 三星的比較像人 然後 Vivo的就是銳利到有點 有點劈的感覺 劈上去的感覺 那realme 辛苦了realme 辛苦了 它真的在比較 比較弱勢一點 記得它只有它一半的價錢不到 對它只有一半的價錢不到 一半的價錢不到 就是給你一個體驗 就只講直接點啦 就是 它油化偏油化 但你可以看得出 它補上去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 對 它不會像 其它這兩隻 它有一些形狀上 是不符合 現實會出現的那種形狀 比如說 你人臉上不會出現 什麼三角形啊 或是 很 很大一塊的 很色塊這種東西 對 當然它就是比較偏模糊 更加自然 更加自然的糊 當然它只有一半價格 好 那再來我們的條件就是80公尺 人的部分呢 這邊我必須說 Vivo真的有點厲害 但是它把人弄得很不像原本的 不是本人了 就是它用AI去在這個距離下 就可以算出一個很明顯的輪廓 跟人的 人的形體出來 可是我 其實當它成像之後我會發現 其實它跟五塊本人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你在看一下現在我們的畫面 有沒有長得不太一樣 對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對 那反觀這一點 其實你在三星上面 好就是 輪廓就是 輪廓都在啊 對 雖然是邊緣沒有很清楚 但是至少它 它是五塊 我看來說它是五塊 我覺得要特別講就是它 Vivo它在算法上 銳利的程度 銳到那個眼睛的黑色白色部分 是非常的明顯 我覺得是AI去加強的啦 甚至你看它的眼鏡 你的鏡框 你看那個鏡框 也有點長得不一樣 對 因為我不得不說 就是你其實看下來 其實80公尺也算很遠嘛 然後三隻就有很明顯的 一個AI的演算差別 然後甚至在 我覺得還有一個可以講的 你們發現其實三隻的 顏色呈現不太一樣 當天應該會是 三星的顏色比較接近 比較還原我們眼睛看到的顏色 因為它是比較偏音天 所以其實 而且五塊的衣服其實沒有那麼淡 然後realme就是 它只有半價 對 辛苦了realme 接下來就是我們一樣有舉的字卡 必須要先說 來你看一下Vivo 這個人是不是跟剛剛那個人長不一樣 這個人 我跟妳說這個人如果走在路上 我不覺得它是五塊 長得就完全不一樣啊 會長得不一樣 但是字 真的厲害 真的很清楚 反觀你看三星 它三星的字我覺得它是加強 就是把邊緣稍微把顏色變深 Vivo這個就是 可是你不得不說 很討好眼熊 如果你是拍一個 不是拍人 你是拍一隻 昆蟲 或是鳥好了 它補回去你會覺得 喔它就是長這樣 但如果你用人來看 你就會發現它補回去其實不是那樣 對阿因為一百隻 一百隻鴿子在那邊 你也不知道鴿子長怎樣 對原本長怎樣 你就覺得它是鴿子 對 你們覺得 這是八十公尺的距離 你不得不說可用還是Vivo 還是Vivo 對可用的話其實還是Vivo 但我會偏向三星耶 因為 我不想要拍一個 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要拍一個明星 我不希望他臉被換成另外一個 他只是穿了你的衣服的一個路人 對就是很奇怪 對 那三星起碼他也是原本那個人 那我們在下一個就是換一個場景 那接下來我們就換到了下一個場地 我們第一次前面測試的是 大概八十到一百公尺左右的距離 那這次我們就測試比較中段的距離 大概是五十公尺左右 來看看到底這三隻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大家會發現這個 取景 取景有點不太一樣 對 因為那天它只要越近 它就越 越難取 會有一定的晃動 對晃動 因為你的範圍變大了嘛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這個畫面 我會發現其實到了五十公尺之後 其實三隻的百倍都到了 開始可以用 可用 可以直接分享了 那我們還是從三星開始講起好了 我覺得三星在五十的部分就是完整 像我們剛剛說的 人臉還有字都是可用 而且清楚 像字就不會有剛剛那個細的部分 整個被糊掉的部分 那Vivo還是一樣啦 對如果你看 Vivo就是 Vivo就是你就發現它每一個邊緣 你看一下我們的那個板子 板子上面不是說那個翻版的那個地方嗎 都會比較清楚 所以就是Vivo真的是強在輪廓的部分 邊緣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字體的判斷強化 真的很強 那realme就是 可以用了可以用了 有看得到字了 看得到字了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在實際上在拍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百倍其實對的很小 所以你其實就要考驗到三隻手機的防手震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真的會發現為什麼realme的它會比較沒拍到中間 就是因為它的防手震三隻裡面 我覺得最好的應該是 我那時候我自己覺得是三星 然後Vivo 其實兩個差不多 但我覺得三星會更好 然後最後才是realme 當然它只有他們的一半不到 對 所以我覺得realme真的要用的話 50公尺可以用了 但你可能上個腳架會更好 接下來的話還有字的部分 超過150公尺 超過多 對超過150公尺的距離 然後去拍比較大的那個 就是西門 不是西門釘啦 就是那個西門 西邊的那個門的上面的那個字 對就回歸到你就發現 其實你拍大型物件的時候 雖然很遠 對 但夠大 對夠大 那它也是在AI的輔助下 它其實清晰度是就可以用 可以用 可以用 然後三星的話就會 我發現這個時候三星的字的 就很清楚 然後P感會比較 因為它邊緣是有發光的 對 它的邊緣的那個感覺就很 很像字是加上去的 對 我覺得很有一點點太過清楚了 對 那這個時候反而Vivo就會自然一點 就沒有像我們前面看到那些邊緣的銳化這麼的誇張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仿造體驗你在演唱會的搖滾區 30公尺 如果是音樂季的話 如果音樂季的話也差不多40 50公尺 也是40 但是就是50以內了 對 50以內的距離 先看人 人的部分 還是在三星跟Vivo之間的對決 那你就會看到就是一樣Vivo拍到人的時候 又會把它的邊緣的銳利度強化 就明顯就出來了 我必須說它的人啊 還有衣服的部分都會抹的比較平滑 對 那三星的話它還會再多抓一些 比如說頭髮的髮絲啊 像你看Vivo這一塊的頭髮的髮絲是 筷狀性 它是筷狀的 那三星還有在嘗試把它抓得更濕一點 可是你會發現就是 有沒有發現Vivo跟三星拍出來的五塊 又長得稍微不一樣 會長得又不一樣 對 那接下來就是其實五塊剛好穿這件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 剛好上面有字 嗯 就是 所以你就可以同時又可以判斷到衣服的 有沒有三星的跟Vivo的得到的那個 又不一樣 Vivo字已經不是原本的字了 對它感覺是一個什麼字體了 對 這個台已經不是台了 然後三星跟realme的話就還 還看得出來是原本的字 然後只是去強化邊緣 對對對 那三星的話它的比較平均一點 對 所以如果你要去拍演唱會 我原本以為是Vivo比較厲害比較強 就邊緣啦就是 那如果你是去拍演唱會 我就很怕你在遠處拍的時候 你把你想要拍的偶像 拍成陌生人 拍成另外一個人 拍成陌生人 對對對 那realme就是半價 它有點像舊照片 你知道嗎 復古照 復古照 好有字的部分 就會很明顯 因為 搖滾區距離嘛 因為加上人 人跟字放在一起好不好 你回來我個人還是覺得 我還是懸散一下 對啊我應該有 不然你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去看五月一天的演唱會 然後你難得看到阿信拿來的吉他 然後你拍完之後就變成胡瓜拿吉他 你可能會被 你可能會演唱 不會吧 這大家的哏了 這應該不會了 應該會演唱 下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現在都是拍照 可是其實你在演唱會 可以錄影的話 你一定會希望錄影嘛 我們有實測之後 三支智慧型手機百倍變焦 但是錄影的時候其實沒有到百倍 最遠的就是三星 三星 那我們先看realme 那大家如果知道我在跳什麼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覺得 以錄影來講 是清楚的 可以啦已經是可以用了 這個是realme 還算是清楚啦 我們看一下realme 可以到多少倍啊 八倍他錄影只有十倍 那也是最少的 那我們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是Vivo 你的錄影 他最高可以來到 十倍 雖然他有百倍變焦 但他的錄影只有十倍 很清楚吧 很清楚就是那個 細節都蠻明顯的 就是你不會覺得說有 很明顯的糊的感覺 然後輪廓都一樣清楚 有問是我們是快樂好兒童 還是我們是快樂好朋友 我記得是好兒童啊 好兒童對吧 對吧 有沒有好朋友派的 請在下面留言 好再來是三星的 三星 十倍 那三星他最高可以到幾倍 三星的話他 這是最厲害的 三星的錄影呢 最高可以來到二十倍 二十倍 那人的部分然後整體都是也都是蠻清楚的 動態感也是ok的 然後再來他真的厲害的地方 他可以拍到二十倍 二十倍 真的近 對真的近 二十倍然後我們現在是拍 差不多五十四十五十公尺 對四十五十公尺 好 那我覺得在影片的部分 當然是三星 三星絕對獲勝 絕對獲勝 這沒什麼好說了 沒什麼好說了 日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夜間 夜間啊 我們先看比較簡單的 夕陽 就是比較傍晚 然後那時候我們 傍晚 我記得這一張照片我們沒有拍一百倍 我們拍的是十倍 三張都ok 對三張都可以用 但色調三張都不一樣 最亮的是realme 最清楚的還是vivo 對 但你就會發現vivo 就是每個邊緣都很銳利 對他會 以我們剛剛前面在講的東西 就是他只要拍到比較遠距離的東西 他會抹的比較平滑 會讓你覺得說 那個東西看起來比較清楚 而且其實在傍晚的時候 他的降噪真的看蠻強的 他很強 除了銳利之外 他連降噪都把它弄得很強 他的降噪是真的厲害 三星會再更自然一點 那畫質最好 vivo跟三星都可以 難度高一點 晚上了 最難的 那我們先從那個比較小的焦段 不直接跳到一百倍 好 我記得這個是十倍 那當然就是realme一定是排在最末位 畢竟價錢不到一半 不過realme不差欸 就是他字阿 然後光阿 他的高光抑制阿 在十倍上是呈現得不錯 是呈現是ok的 然後高光抑制最好應該還是vivo 對 vivo真的做得好 不過三張而在上面的這個 這張個字 都是清楚的 對 還看得出來 所以以十倍來講 三張都可以 繼續放大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一張是三十倍 字都還有 對字都還有 但這個時候的 你說要高光抑制嗎 其實大概也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然後只是他的燈呈現的心芒會稍微有一點 Vivo Vivo 有點厲害 Vivo是真的 對 Vivo每一顆他都把心芒做出來嗎 都有做出來 都有做出來 那realme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都看用 都看用 對都看用 好下一個 realme會跟你說 要不是前面兩個老大哥 就是這麼高單價的東西 我怎麼可能會輸呢 就是用一般你購買手機的價錢 那種大部分一般消費者的價錢 就可以體驗到這個百倍 再來這個是 60倍 60倍是很可用的手機的焦段 就是大部分的 對 連realme都在60倍左右 都是一個可以堪用的一個焦段 兩個都看得出來 原本是什麼字 對都還看得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燈 燈泡上面你也知道 就是看起來心芒 最厲害的是Vivo 那接下來最後 就應該是來到百倍了 那到一百倍之後 我們雖然在河岸的對面 可是我們沒辦法把那三個字都拍到 所以我們就拍了上面兩個字 我發現有趣就是 三星跟Vivo 又開始展現自己的AI運算了 對 我先講三星 好你先講三星 三星他又把字抓回來了 對他又開始判斷的到了 不知道是我們那時候 是不是剛好手震的部分 有保持好 我們不是開腳架什麼的 就是我們這是一般人的使用 對於一般消費者其實真的不是每次 每次都要拿腳架 每次會扛著腳架出門 一樣的 會不會Vivo這邊把它算成它是金箔的材質 因為我看起來滿像金箔的折射感的 就是那種你人家印在那種牆壁上那種 金漆啊什麼的 對金漆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 這就是一種AI 它就是 像那個第二個字就不太像 就不太像原本的字了 對 跟原本它的60倍比起來 就完全不是長的一樣的東西 嗯 好啦那看完了這些之後 我們還有嗎 我想要幫RioMe再稍微 平反一下 平反一下 因為RioMe它 也不是說 這麼 不堪用啦 如果我們要拍 剛剛我們不是說在那個 演唱會的距離嗎 RioMe的距離是 我們一開始這是超廣角 超廣角 然後再來這是1倍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人 你還沒看到吧 這邊有個人 看不出來還以為它只是那個 好我們再來往前 喔 再往前 再往前 再放大 這是10倍 再放大 30倍 60倍 再放大 這是100 對不對 其實它原本是這麼遠的 原本是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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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成像堪用我覺得是 真的而且是 是超值的啦 所以其實這樣子比下來啊 我覺得其實大家也可以留言一下 你會覺得 我們看到就是vivo的牆就是牆在 邊緣 邊緣 然後字體的AI判斷很強 然後夜間的話就是高光意識 跟他們去做的AI的像 那些新芒 都很明顯 明顯 那在三星上面就是 雖然說沒有這麼的明顯 但是人比較自然 而且錄影配到20 錄影它又是裡面最強的 最強的 幫它加分的地方 真的強欸 雖然說其實一開始 我們想要做這個測試的 我們其實是被vivo驚驗到 我們就發現vivo在拍 比如說物件 或是拍字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會清楚成這樣 但因為經過這次的比較 才會發現說 原來其實 雖然清楚歸清楚 但是在AI的判斷下 各有各的強 對 然後也發現了AI有趣的地方 就是人的不一樣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三星S24 Ultra Vivo X100 Pro 還有 Realme 12 Pro Plus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是阿貴 我是五塊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